tidak忘记 然后 好 嗨 大家 这是Timothy 然后他是我们下一个演讲者 然后他会分享一下开启一个成功的 开源社团废会面临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然后Timothy是电机系大二的学生 然后他也是科学创意社的社长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感想 好 大家好 欸 我用這個就好 謝謝 欸 會用這個錄音嗎 還是用這個也可以 OK 好 大家好 我是Timothy 就是很開心 也很幸運能夠就是 投稿成功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CostCup投稿 那這場議程是在大學嘗試開園社團的第一年 那我是誰呢 很多人可能對我來說 就是對我都很陌生 這很正常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在CostCup投稿 那前三年我都是聽眾 然後我現在是要升電機器 大同大學電機器大三的學生 然後同時也是剛退任的科學創業服務社的社長 那我是一個喜歡作為系統跟計算機底層的小白 然後我覺得要評價我自己的話 我是一個很愛做夢又很愛抱怨的大學生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常常會幻想說 我的生活周遭會變得非常美好 可是我每次在的環境又都不是這樣子 常常都是事與願違 那我又會看到這些環境我又會手癢 我想要改善這些東西 就會變成是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還抱怨 我從高中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 從高中的時候 我同學就看到我會抱怨這些東西 有的沒的 然後又會想要說改東改西的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 同學給我一個綽號叫改革家 那我那時候覺得這個綽號很帥 可是後來就覺得 改革家這個名字 帥是帥 但我覺得 更傾向也要清道福 因為 你一個組織或是一個社團 你需要改革 肯定就是因為 前面有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才會需要有人出來去改善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 以其叫改革家 我覺得清道福更傾向於我的角色 然後 有人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這個照片上面這麼瘦 然後現在變胖很多 是因為你知道半社群嗎 有時候就是會常常需要熬夜 然後我又很愛喝酒 所以如果 比如說 有對威士忌有興趣的同學 或是 同好們 也歡迎來找我一起喝酒 然後我們可以邊喝酒 邊聊開源 好 那在開始之前呢 因為畢竟還是開源新手村 未來 簡單講一下 什麼是開源 跟我所定義的開源是什麼 好 講到開源之前呢 要先講到 自由軟體 就是free software 好 自由軟體呢 其實就是上面這四項定義 那其實在這四項前面 加上自由就是這樣子 我來講一下 來 第一個你可以自由使用它 並且呢你也可以自由的研究 然後你還可以自由的散佈它 還可以自由的改善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自由軟體 而我所定義的開源 其實它就是 based on在這個free software的東西上面 好 那我對開源的定義其實就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它 這個知識屬於每一個人 但是這個知識不屬於任何人 但它又屬於每一個人 第二個呢 是這些知識 然後資訊其實都是可以被自由存取 然後也可以任意修改 並且使用跟分享 再來呢 其實大家對於開源應該要保持著 開放知識的態度 OK 然後再來我覺得開源的好處其實就是 我們是跟著前輩的這個道路 就是前面都有好多好多很厲害的人 然後他把這些東西開源出來 讓我們跟著一起學習 基本上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這個信仰 OK 講完我對開源的這個概念 我們來談一下學校的環境 當然我先講一下 大家不要炮太兇 因為這個是 我所看到我學校的環境 OK 那 這是我所看到 當有人問我說 欸 學校環境怎麼樣的時候 以我身份 我當然會跟你講說 欸 學校環境很棒 超棒的 但是其實就我所看到的 學校基本上它並不屬於一個開源的環境 甚至可以說它很必源 就是大家基本上都各做各的 有學過程式設計的學生或是同學們都知道 呃 就是我們的作業啊 學生做永遠都是超來超去的 然後老師也不允許這麼做 但其實你要變相來看 這反而是最開源的一件事情 對 那 那 因為學生的作業是我改的 所以我知道這件事 然後 其實開源這個 欸 開源這件事情在大學裡面並不盛行 其實我們在學校教材當中 我記得我那時候只有在 呃 學校提到作業系統的時候 才簡單的提到開源這個名詞 這樣子而已 那 也許也是因為學校很避原 所以大家進度的幅度很慢 那也許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會注意到說 十年前的教材 欸 跟現在好像沒什麼差 齁 那 我知道其實 呃 有很多的前輩 像是什麼小飛機啊 或是開放文化基金會的新營 還是Danny 跟立宗等等 還有像是Costcap 跟Sikon 這一些在推開放原始碼 以及資訊還有黑客社群的 這一些人還有這些前輩 他們都推得很好 但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即使他們都推得那麼認真了 但是 學校這個環境 對於我們這些資訊人 還有黑客來說還是很不友善 所以 我其實在裡面感到非常的孤獨 我也想過要改善這個環境 但我猶豫了很久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辦社群太累了 我那時候大一的時候 我猶豫了很久 然後我想說 還是我乾脆去後面抱團就好了 Costcap這麼好的環境 可是缺點是什麼 一年只有一次 對不對 如果他可以辦很多場的話 當然更好 好 那所以我大一的時候 我大一那一整年 我猶豫了非常久 然後我也常常想說 我是不是要休學 因為我覺得這個環境已經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自從呢 為什麼我會想要辦社群 這就要講到 去年Costcap有一場議程 這是來自於小飛機的 它這場議程叫做 如何跟隨著開源技術 保持你的質疑發展 這些東西都放在網路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還蠻熱的 然後這場議程 其實它主要在講的東西 就在講說 怎麼在參與社群當中 學到更多東西 然後增進自己的人力 以及參與社群的好處 它裡面有很多點 其實都觸碰到我的心 但是最打動我 碰到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是他講一句話 他說你看著 他回憶他大學時期 看著童年齡層的朋友 在外面玩樂 但是你卻看著螢幕上 Figure Terminal 然後你會覺得怎麼樣 喔 我那時候聽到 我覺得這不就是我嗎 我大一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我同學有時候上課的時候 就在後面滑手機 或者是直接翹課 騎車去跟同學去玩 然後我咧 我就坐在教室裡面 看著我的Terminal 永遠都是那個黑底 然後綠色的字 在那邊跑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孤單 我覺得我沒朋友 所以聽完那場議程之後 我覺得 我好像不應該在潛水了 因為我發現這個世界上 某個角落也有同樣的人 跟我在做同樣的事 所以我決定我要站出來 可是我發現 學校環境就長這樣子 那怎麼辦 環境不夠 我自己來湊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真的 一開始就跟玩Minecraft一樣 其他生存模式進去 是不是就開始那個挖土啊 然後砍樹 然後開始做一個 所以我就決定 我要自己來做一個自己社群 可是 要談到 既然是要辦社群 學校沒有這個環境 那辦社群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社群最重要的是人 因為你沒有人 你其實就是一個人在台上呱呱叫 然後沒有人理你 所以我覺得辦社群最重要的東西是人 那既然講到人 就要先講到我的社團 呃 大概包含主持人 還是我去前夜派對的時候 大家聽到我社團 可能會覺得說 欸這沒有聽過 對 因為他叫科學創意服務社 那聽好是科學創意 服務社 那這個服務社 這個東西跟 呃 開運有什麼關係 我簡單講一下 為什麼會是這個社團 因為這跟開運 會有這個社團出現 跟開運沒有太大關係 但是我簡單帶過 因為當時我想要創社團的時候 學校流程 行政流程跑不過 然後 時間也沒辦法 所以我就想說 不知道該怎麼辦 剛好我們學長 又有一個快要倒掉的社團 那時候社團 全部都只剩下一個人 而且還不是我 他們又不想修社 所以他們就找我來接 那我想說 欸他要跟科學扯上關係 好啦那我來想一下 怎麼樣可以跟開運做結合 然後我那時候接的時候 我想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有社團 可以帶到只剩一個人 對 我其實搞不懂 然後我後來在想說 會不會我也這樣子的時候 我回頭思考一件事 就是 社團帶到一個人 沒有人來 為什麼會沒有人來? 我要怎麼樣招生 怎麼樣營造這個環境 這是第一個問題 於是呢 我就開始在想 我要用什麼主軸 我想到 當時想到的主軸有三個 第一個是黑客相關 第二個是開運 第三個是資訊 我覺得其實這三個的主軸都很棒 都很吸引我 但是吸引我沒有用 要吸引大部分的大學生 那我要回到基本層面的問題 大學生要的是什麼? 於是我整理出了三點 大學生要了就三個東西 第一個你要夠潮 為什麼你要夠潮? 欸 原本那個開運是很沒有人 就是因為聽起來超訓超無聊的 所以才會沒有人嗎? 好 再來 如果這個東西不心潮 明明就有很帥的吉他社 跟超級潮的熱舞蛇 大家不去 然後來你這邊做服務幹嘛 對不對? 大學生不會想要這麼做 所以一定要潮 第二點 你要有夢想 因為你說沒有夢想 因為你說沒有夢想 大學生這個族群很特別 為什麼說特別? 因為大學生就是一個很喜歡做夢 但是大部分的人又沒什麼見過世面 那你說 我們來看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好了 各個大學其實都會有創業社 然後會發現說 欸這個創業社裡面的人其實都不少 而且辦得也不錯 你說為什麼人會這麼多? 因為他們很會創業嘛 好啦 也許是這樣子 當然我覺得更可以說是因為 創業社賣的東西就是夢想 大學生想要夢想 很常聽到大學生說一句話 叫做什麼 欸我想要做點什麼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所以呢 夢想對大學生來說很重要 這也是我三個你們花最多時間講的 再來就是要學的會 因為如果你今天學不會的話 那大學生就不會想來啊 再講個例子好了 就是資訊 跟資訊接觸的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會有人調侃說是議員很難 好 我們再把難度再提高一點點 我們跟一個完全沒有編譯過程式的小白 跟他說 欸我們那些遊戲外掛怎麼樣 他們會覺得 欸遊戲外掛好啊好啊很酷啊 好 但是當你把逆向工程跟祖候語言 啪 就打到那個小白臉上的時候 我就看還有幾個人留得下來 還有幾個人笑得出來 所以大學生一定要學的會 你這些課程一定要讓他們能夠聽得懂 所以呢 我就把這些東西整理成這個表 從我的角度下去看 當然還要評估一下我能教哪些東西 一個一個來看喔 要新潮 黑客潮不潮 喔超潮的啊 拜託 電影裡面都把很多黑客好不好 還有黑客的電影 有沒有夢想 當然有夢想啊 大家小時候都把想當我黑客 你也想當黑客 我也想當黑客 我小時候夢想就想當黑客 好 但是要談到一點 學不學得會 這點很重要 學不學得會 我 好 我要講的事情是這樣子 這是我故事啊 因為我也是做過市場調查了 我有跟我同學說 欸你們會覺得黑客很帥 你們會不會想當黑客 欸小時候想 欸我現在可以當黑客 大家要不要一起學 我不要 我說啊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要 他說啊就太難了啊 這些東西太難了 就不想學啊 那我幹嘛不乖乖打好我的遊戲就好了 然後 所以其實 經過太多人是這樣子 我也是會心灰意冷的 所以我就 好吧 可能黑客這條路目前在大學 可以換個角度推 好 再來講一下開源 開源這個東西吵不吵 蠻吵的 畢竟它還算是個趨勢 有沒有夢想 喔這蠻重要的 我覺得對於小白來說 你連開源這個名詞都沒聽過 你還貪什麼夢想 對不對 所以 在這裡面我覺得夢想裡面 它是最低分的 再來 學不學得會 開源的東西當然學得會啊 你看這些open source的東西 網路上一找隨便都有 最直白的例子是什麼 開源研討會連門票都沒收 還免費的 大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來 超棒的 所以其實 開源是這三個裡面 我覺得最簡單的 再來 談到資訊 資訊的東西吵不吵 我自己覺得蠻吵的 可是 我們反觀 現在高中 或是大學的社團 是不是很多資訊社 對 沒錯 但是黑客社跟開源社 其實就聊聊 就幾個而已 所以其實論新潮度 它確實沒那麼高 再來 有沒有夢想 還是有夢想 那夢想在哪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加入資訊的社群 我是不是就是 離工程師更進一步 那多少工學院的學生 他們夢寐求的工作 就是當工程師 所以還是蠻有夢想 那再來學不學得會 這個很難界定啊 但我對它的定義 大概在兩個之間 開源跟黑客之間 所以呢 我就評估了一下 在我對開源還有 就是我對開源的熱愛 以及這幾個 總結之下 我會選擇開源 OK 我會選擇推開源的社群 但是 大家注意到啊 你說開源社 你花最多時間講開源 所以我說那個夢想 你剛剛不是說夢想 講那麼久 你打自己嘴巴喔 不是 不是這樣子 我要說的事情是 這也是我佩服開源的地方 因為其實開源 它這個地方好處是 它可以 它是一個可以連結 其他東西的載體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 這也是它迷人之處 怎麼說 因為 我可以透過開源的東西 把黑客 以及資訊相關的議題 帶到社課當中 去跟開源做結合 所以就要談一下 我第一份課表 這是第一版 那其實當初 第一份課表出來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我擬得超棒的 讓我往臉上貼近一下 大家有時間看 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這份課表 就是你要講開源有開源 要講資安有開 有資安 要講資訊的東西有資訊 所以其實什麼東西都帶到了 我要是高中生 我看到這份課表 我一定直接加入 OK 那我來幫他整理一下 我怎麼說的 基本上我們社團 一開始就是以開源為主題 然後去介紹開源的觀念 以及它的工具有哪一些 那介紹完之後呢 就開始講HackMD 都可以進來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講HackMD 為什麼 因為 開源的社群 或是台灣各個資訊社 社群 無論是年會還是什麼的 很常用到HackMD這個編輯軟體 那它就是放在網路上的 所以我們會先教HackMD的語法 讓大家能夠 踏出世界第一步 來參加研討會 再來呢 你講到開源 怎麼可能不講座位系統 對不對 座位系統就是一個超開源的一個軟體 好 既然都提到座位系統了 我們就把 呃 層次元加進來 那為什麼要教C 因為座位系統就是用C寫的嘛 好 注意喔 是不是資訊的東西 就會有南瓜進來了 好 很棒 那大家學會編程之後 是不是就 呃 會想要說我想要多人一起做 多人遊玩 所以我們會想要做版本控制跟 呃 Github 就是有地方可以放多人合作 所以我們在社課教了Github跟Git 然後去做開源 然後去教這些開源的工具 再來呢 這些東西都學會認識之後 是不是像是廚師 你有了肉 有了菜 有了刀 還有了菜市場 你就可以開始去擴展的視野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黑客的東西再帶進來 因為黑客確實是需要具備這些能力 OK 所以這是我一開始你出來的主題 那接下來要講到 我當時其實創社團的時候 這些課表啊 還有一些社團的內容 其實我也有參考一些別的社團 那我當時的模板 其實除了台大開源社之外 我還會去上那個 台科資安社 馮甲台科社 還有妮索瓦的社課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他們是 資訊社群 資訊社群的頂 現在我也覺得還是啊 然後我那時候上他們的課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的課上好棒 那是為什麼我的課上成這個樣子 是因為 別的社團 他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 他們有很多人幫他們一起分擔社課 但是我呢 這是我一個整個學期要負擔的課表 什麼意思 我每個禮拜 我為了要抓住學生 我每個禮拜要求自己上一堂社課 除此之外 我只放兩個架 一個是期中跟期末 然後我又要顧好我自己的學業成績 其實對於當時還是大二的我來說 壓力很大 然後我每次跟我有一個 教我資安的學長上課的時候 我都跟他大堵苦水 我說 不是你真的帶不下去了 好累 但是我又不知道 就是到底要不要繼續做 那為什麼後來沒有放棄 其實是因為中間出現了反轉 其實我覺得在社群當中 除了我們所推的主題 人也很重要 讓我參加學員有兩個 第一個是學期末的時候 有個學弟在跑來跟我講 他說 欸 學長 我覺得 我覺得你在社團教的東西很有用 然後他因為上了我的課 然後慢慢開始喜歡上這些東西 他說 雖然他現在呢 還沒有勇氣站上台教課 但是他也會願意 為了跟我一起維護這個社團的環境 然後在幕後盡一份力 我覺得哇賽 我社群辦了半年 我終於影響到一個人 我覺得這讓我還蠻感動的 我們社團那時候招生進來 大概二十五六個 我影響到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第二個東西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是 其實我一直在學校推開源 一直在學校推我們的社團 然後我就很意外的 調出了一個 同時也在潛水 然後他也是在 SitCon和Cost Club 當志工的人 他叫Brian 然後我就把他調出來了 我跟他談了幾次話 他跟我說 怎麼了嗎 他跟我說 他曾經也想過 說他要辦社群 但他覺得太累了 所以他一直在潛水 學校沒有這個環境 他很失望 那剛好 我營造出這個環境 他就想要進來 所以我跟他聊了幾次天之後 他就也很開心的說 喔好 他也要跟我一起辦這個社群 然後跟我一起教課 所以到了下學期之後 大家會發現課表有變 那變成了這些東西 也有人陪我一起教社課 讓我壓力就沒那麼大 那其實我覺得齁 我那時候課表我覺得你很棒 但為什麼我說換就換 有一點是 我覺得社團本來就是要營造出一個 如果你是想要任何東西 又想要分享的內容 這裡都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環境 所以這邊也照顧一下 那個講師講師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社團當講師齁 好 好 OK 所以社團基本上已經營造出一個 非常友善的環境 並且呢 我覺得這也是很適合我們這些 資訊還有黑客人發展的地方 我們可以一起成長 然後一起討論 所以其實 社團辦到這邊 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還蠻棒的 但是 這樣就成功了嗎 當然沒有 如果這樣就成功的話 我也不會來這邊開心酸死 對不對 那我要講的東西是 社團其實有推成功 但是 是這樣子的 我當初社團有經營起來 我覺得生活會變得很美好 但是有嗎 好像還沒有 為什麼 因為學校環境還是一樣啊 大環境還是一樣 它其實沒什麼變 那 學校的氣氛的確是營造起來了 社團的氣氛的確是營造起來了 但是 我們推這個 開源社群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當然就是說 我要影響到學校整個大環境 可是 我們現在看 好 有沒有 學校環境還是一樣 你說 社團起來了 學校還是一樣 必源啊 它沒什麼變 那 學校社團的風氣推得很順 沒有錯 可是我們的確也信仰的開放文化 但是學校呢 學校還是一樣大家各活各的嘛 再來你講到學校的課程 社團 我們社團的社課 基本上說改就改 而且我們備課的東西 也都是以最新的資訊為主 所以我們教的東西更新率可以很快 可以教一些很新的東西 但是學校沒有 學校教的東西還是一樣是十年前的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就要再談到一個點是 要回歸現實層面的事 社團呢 它終究還是社團 這我覺得談到我會心痛 可是 這是事實 學生如果沒有參加這個社團 那他還是不知道什麼是開源 那我們還是只能靠社團力去推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要總結一句去年 呃 辦社團的情況 我覺得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群努力 OK 那我在想說到底該怎麼辦 於是呢 我想到一個方法 呃 我會選擇 因為看到說下一屆的學弟能力也不錯 我會選擇退掉社長的位子 那你說我退掉社長的位子 我就不退開源了嗎 喔沒有 不會這樣子 我只要還在大學的一天 我就會繼續推開源 我會推到我沒有能力推為止 那我怎麼做 我離開社團了 我該怎麼做 因為我 我現在同時也是電機系的助教 那 呃 只要是大二之前跟計算機 還有程式設計相關的課程 都是我擔任助教了 所以 我就想要透過助教的這個身份 去進一步改善學校這個環境 然後我也跟我的教授 就是我老闆 我跟他討論說 有時候我們聊天 我就跟他說我真的不想再看 做一道是誰抄誰的 喔 真的太累了 沒有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意義 我覺得學生要抄 我就給他們抄 然後那時候很好笑 我老闆就眼睛瞪得很大 然後看著我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抄不是隨便亂抄 我希望他們以後交作業呢 是用git跟github來教 抄 大可讓他們去抄 但是不是隨便亂抄 因為他們以後交作業的時候 就會需要 繳交git跟gitlog 還有gitcommit 這樣子 然後我們老師聽完之後 他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可是 他跟我講的句話是 可以你可以這麼做 可是 他說git就不熟啊 對你看嘛 十年前跟十年前一樣 甚至更久以前 有沒有 不是我在臭 好 然後我們老師就說 他對git不熟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呢就出現這張梗圖 我就跟我們教授說 教授我願意幫你推開圓 我願意推開圓 然後我願意幫你備課 我願意教課 然後 也許是我們教授看到我說 欸我這麼有熱忱 誰要再答應了 好 那這跟社團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因為當我跟修課的學生 可以直接接觸到的時候 我就可以 我在社團上 欸我在 平時修課 必修課上面教 開圓的東西 我叫git 我叫github 學生這些東西學會之後 如果 有學生學過 那太棒了 那代表說他可能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那我就可以請他 當然欸下一屆的講師 或是把他往社團裡面送 那再來呢 如果學生學完這些東西之後 覺得有興趣 那是不是有社群這個 學校開圓設這個很開放的環境 讓他們去 所以學校那些 曾經跟我一樣的學生 也找得到歸屬 那我覺得真的要這樣子改善 一方面是學校在推 一方面是我 欸一方面是社團在推 那一方面是 學校的必修課也要推這些東西 環境才有可能真正達到改善 那我覺得這樣子也是因為 我換到另外一個位置 然後會對學校跟社團 有更大的幫助 我覺得對整體環境來說也會比較好 那再來 如果呢 你聽完這場議程之後 你覺得你也還在潛水 但是你也想要這樣的環境 我很建議說 你再去辦一個社群 在你們學校再推起一個這樣子的蜂巢 那我簡單講一下 如果你想要辦社群的話 你需要什麼 齁 你會需要一個健康的身體 然後強大意志力 超乎長的創意 沒有啦 不是啦 要會講話啦 然後還有很重要一點 我覺得是愛 辦社群最大的是愛 因為你永遠就會遇到 很多很多你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冒出來 然後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你只能靠意志力撐下去 很多事情是需要時間去充當一切 好 然後我要講到最後的結語 我覺得這場議程 我也要致敬一下小飛機 因為當初會辦這場議程 是跟小飛機有關係 我聽完他的議程太感動了 他去年也是用這段話 他說念念不忘 必有迴響 有燈就有人 但是我覺得 他講得很棒 可是對於 第一年辦社群的我來說 以一個開創的人來講 我覺得拼一口氣 點一盞燈 比較重要 那今天這場議程 我要說的不是說 我辦得有多成功 還是有多辛苦 而是我知道 明明這條路走起來 超辛苦超累的 但是還是會想要開一場議程 透過這場議程來告訴你們說 告訴各位 然後啟發 無論你現在是高中生 大學生 還是已經是工程師的人 我們能夠逆著風 硬著頭皮走下去 然後一起去推動開源這個風潮 讓大家能夠站在自己的位置 然後點亮屬於你開源的這一盞燈 然後再次燃起開源的傳奇 謝謝 OK 謝謝 辦社群真的蠻累的 但是你不辦 就不會有後續的東西 好 然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可以QA 我那時候以為會超時 太棒了 好 我來看一下 slido 還是有人要舉手提問 喔 那個我那天 才發現一件事情 是我沒有講到我們社團 後續發展的情況 是這樣子 我那時候 剛進去我們社團的時候 社團全部只剩下我一個人 欸 沒有 社團只剩下一個人 而且還不是我 對 所以那時候 基本上接了就是一個快倒的社團 然後我接了社群之後 我靠這個方式招生 我們招到幾個人呢 那時候光大一大概就25個 對 所以其實這個招生方式還蠻成功的 那如果你也是有想要辦資訊社群相關的 或者開源社群相關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角度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朝這個方向去辦 那 我也有 就是建議我們下一屆的社長 然後他這樣做 那社團 下一年的發展呢 其實就是 已經 還算是穩定啦 只不過我們會缺講師 所以如果 有興趣或者是 有什麼任何東西想要分享的 我們也可以在社科開個研討會 這樣子 好 然後 有沒有人想要提問 請問 這個 大家從大學 有參加過 之前是有一個叫做 之前是有一個叫做 之前是有一個是Danny創的 是 大同大學的資訊創意研究社 倒了嗎 對 倒了 而且 而且好笑 好笑的是什麼 好像是後來那個社團 就是 Danny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好像 我想要再把他拉回來 好像也沒什麼辦法 所以這條路基本上走死了 那看之後還有沒有更厲害的人 可以把這個社團再拉回來 但是就我去年要創社團的角度 跟那個時機點來說 沒辦法這麼做 所以另屁襲警 這樣子 對啊 欸 還有人要提問嗎 還是有興趣當講師的都可以 跟我聯絡 然後 等一下我切到一開始 OK 這邊有我的那個聯絡方式 就是我的IG在下面 就是大家只要敲我 基本上我都看得到 好 還是有人想要提問的 或者是 雖然是資訊社群 但是對Whiskey有興趣 也可以來找我 沒錯 不知道請我喝酒有沒有問題 怎麼了 有想提問嗎 請問 有特別想要找什麼樣子的講師的 或是說 有特別想要找什麼樣子的講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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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基本上 你只要對資訊 有興趣的大學生都很歡迎 那如果你有想要分享 就不論你是大學生 還是你是高中生 你想分享的東西 你都可以來社團當講師 而且 我們學校 如果你是來社團當講師的話 會有講師費 那至於想要找什麼樣子的大學生 應該說想要找什麼樣子的講師 我覺得要看社團明年的發展 對 那明年的發展主題呢 我覺得還是會掛在資訊上面 所以只要跟資訊相關 很多人來教課喔 前端 後端 底層 還是AI的都很歡迎 對 然後也不用擔心說學生會不認真 因為畢竟是社群嘛 會聚在一起的就是喜歡的人 好 嘿請問 因為你可以先開威士忌 這樣子嗎 然後再把人吸過去 我講個笑話 我們社辦對面就是飲品社 然後我有時候去飲品社逛一下 這樣 但是如果要推 學生要推威士忌的話 我還有點時間 給我一點時間講 呵呵呵 就是如果學生想要入手威士忌的話 我覺得 呃 又沒有什麼 就是學生錢少嘛 裝泥火可還不錯啦 挑合式的 也不會太辣口 那如果你就是覺得你口味比較特別一點的話 我覺得 呃 蘇格蘭的島嶼區 有個叫塔利斯克的酒廠 還不錯 而且他十年只要九百九十九塊 這九條通就買得到 呵呵 所以還滿推薦的 而且我覺得那也是很適合新手 因為你有泥梅味 有一點胡椒味 蠻特別的味道 這樣 好 還有什麼要提問的嗎 歡迎提問 我很友善 欸 還有兩分鐘 我那時候真的以為我的議程會超時很久 所以其實還滿建議大家 就是多參加這種開源的資訊研討會 對 因為坦白說我覺得Costcap的環境非常友善 就比起其他的社群 我沒有說其他的社群不好啦 但是我 我前一陣子看到的是就是 Linux的社群來說 喔他們就會 呃 講話比較直接 對 那但是Costcap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欸 有要請問嗎 有要提問嗎 沒有我想說 呃 那你有參加過哪一個社群的資訊 呃 其實我原本是今年要參加Costcap的志工的 原本 對原本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背稿會背不過來 所以 所以我就沒有參加 對 但是我有跟下一屆的學弟討論說 呃 因為畢竟還是服務性社團啦 那Costcap又很缺職工我知道 所以我們有想說要把社團的這一票的人 然後拿來Costcap當志工 對啊 這樣基本上是互利共生 但是其實我們看的也不是利益啦 我們看的是這個環境很棒 這樣 那我們也可以在此推薦你 但你這個最早完畢之後可以參加Costcap的意思 喔可以啊 好 欸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拍個照嗎 好 小願望 對 那我讓我自拍一下